大家好 我这一棵长寿花 经过了简单的修剪和托盆 接下来就是给它上盆 上盆长寿花 最关键的还是选择配偷 有利于它后期 生长得更加旺盛 长出更多的新根 浮盆块 上盆长寿花 土壤我们可以选择 疏松透气 白水性好的 酸性土壤 因为长寿花是一个 喜酸的植物 两份 植物营养土 养土主要是养分多 是通过高温 杀菌的 用来栽培一些植物非常好 两份荷砂 荷砂主要是 绿性好 有利于植物的根性生长 接下来一份松针土 松针土偏酸性 有利于 适合长寿花的生长 选择的花盆 一定要选择这种空根盆 白水透气性非常好 底部我释放了一些 发酵符所好的松树皮 作为沥水层 为了让这个养分更加丰富 放一把这个羊分作为底肥 羊分呢 含有丰富的腐气质 和有机质 能使这个土壤 更加疏松 更加透气 简单的上好盆了 因为在偷盆的过程中呢 会对根系造成一些损伤 我们不要马上给它浇水 因为上盆的时候这个土壤呢 已经喷到微微湿润 炒土上盆 然后把它放在通风良好的地方 等过上三天 我们用快速生根粉 一对一千毫升的水 给它浇透 这样呢 它就能快速的 长根茂芽 浮盆块 这盆呢 是我去年的时候移栽的 这盆呢 是刚刚移栽的 就是用这个方法 这样呢 它能快速的 长根茂芽 浮盆块 好了 再见